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中央银行每年都会推出生肖纪念金币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抢购 而台中市立图书馆外埔分馆也特别以此为发想 连续第五年推出限量版的生肖纪念金币 只要在初四和初五借阅五本书 就能获得一枚有大甲妈加持过的农年纪念币 希望鼓励大小朋友在新春期间 都能一起到图书馆走春充实自我 闪亮亮的金币中间浮现出一支Q版金龙 模样是相当讨喜 迎接龙年到来台中市立图书馆外埔分馆 连续第五年推出限量版生肖纪念金币 不但吸引不少民众的目光 还有民众是年年都来收集 新年的时候可以来这边除了借书 然后也可以拿到金币 我觉得是超级好的一个活动 就是看起来就亮清清 就有一种打从心里上面的高兴 我从鼠年开始收集 那今年我们也一定要来 因为有朋友讲说 我们跟朋友讲 有人就会讲说 没有在九点就开馆来会拿不到 所以大家要很踊跃赶快来拿 要不然又要错过今年就要等明年了 其实平常人都会去买龙币 我们当然是不可能是金的嘛 我们是金的 我们就是满满的祝福 那它的材质就是一般的材质 可是它是立体感 就感觉非常的漂亮 官方表示每一支龙年的纪念币 还特别送到大甲镇兰宫过火加持 民众只要在初四核出五 介约五本书就能够到柜台领取 每天限量60枚送完为止 除此之外馆内也因应龙年特别规划 龙龙东西军主题书展 展现东方龙和西方龙的文化特色书籍 东方的龙跟西方的龙这样呈现出来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画册的部分 希望读者来我们图书馆 他就可以画出你心目中的龙 你喜欢是东方龙还是西方龙 那这个书展回想也非常的多 官方表示生肖纪念币 目前全台中市只有外埔分馆 有推出相当具有收藏性 除了欢迎大嫂朋友 能够趁着新春期间 一起来到图书馆走春之外 也能够累积阅读财富 充实自我 记者陈潘台中采访报道